生活不止眼前的狗且还有诗和远方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农村有很多人都会养一些家禽和宠物 而小鸡小鸭大鹅之类的 就是农村人最喜欢养的家禽了 这些家禽可以说是双收入 不仅可以吃他们下的蛋 还可以把他们卖掉来补提家用 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养上一条小狗 让狗狗来给我们看家护院 这样一来家里面可就热闹了 因为狗狗和家禽之间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近日就有人拍下了这样一个画面 大公鸡抢小奶狗的饭吃 不要惹怒了小狗狗 镜头记录搞笑全过程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主人给狗狗准备了一碗食物 狗狗安心的趴在那里吃着 还没吃饭的大公鸡 看到后劈颠劈颠的过来了 他看见碗里的食物 觉得非常的饥饿 坐过去准备吃一口 他趁小狗狗不注意 同露出的缝隙中啄了一颗粮食 小狗狗发现后 连忙护入自己的食物 最后索性把整个脑袋 都埋进了碗里 这下大公鸡可无从下手了 最后公鸡无奈 只好站在旁边看着狗狗吃 这场景看起来觉得非常的搞笑 除了宠物和家禽之间 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之外 家禽之间也会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 像视频中这只大公鸡 非要去挑衅大鹅 没想到自己竟然不是大鹅的对手 被追得满院子的跑 最后只能爬回自己的鸡窝 这些画面看起来就更有趣了 各位小伙伴们家里 有养过家禽或者小宠物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